地方有一棵野外 大概季節適當的話可以看到它開花 好 謝謝 好 我去趕快去給它入侵種 第三站是入侵種 剛剛第二站是原生種 原生植物的重要性 剛剛是原生植物的重要性的部分 OK 謝謝 另外一種就是小花 小花 它這個沒有這麼大 另外一種 對 小花先摸著 沒有錯 答對了 另外一種 就是白的不見了 只看到這個 南門這紅黃的 有時候你在牆角上面 在台北市我還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是這個 那今天來講已經是它的勢力就非常大 對啊 你已經到時候到中海吧 你們都已經看到它的感覺 對啊 所以你慢慢喝 你很多這個地方就 因為它在強勢 你頭大 它不怕 沒有你頭它也鬆快 然後它的話 一年到時候開花 然後它的瘦骨 會黏著你的衣服 所以我們在這裡 這個古代的我們都叫它 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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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我們這 一些 其他人 因為它 因為它管理來開花 所以有蜜圓植物 但是我們台灣一定價值的改端 古代的小花 在散車的時候 我們只用食用指揮 這是一般人的生活 像小老婆生要計生活 我們都要了解 但是 經國來講的時候 我們已經超過那個貧窗線了 我們只需要對生態 形態上的影響 你平衡之後 我們有幾個例子 一年去開花 四個盔 一些昆蟲 採蜜 昆蟲 我想說 它的食量也是有效的 它如果怕的時候 它就不會去採蜜 如果採蜜的話 很多在野外的 野外的 其他靠它 靠蟲梅花的話 這就是它對我們生態的影響 所以它就沒有去收棍 沒有開花 有開花就不會結智 你通風梅花就沒有影響 但是 很多花邊的 暫時又 那個 蟲梅花 你這裡昆蟲的時候 每個吃肉粥 每個就冰冰 你平衡我們說 一種叫做光光水局 光夜水局 光夜水局 之後 叫做昆蟲的 蝴蝶的馬飛 因為它斷掉的時候 它就不走 它就用它 在這裡昆蟲 有一個 吸引它的東西 因為它的香味 我們不是昆蟲都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 這樣之後 你穿在這裡 穿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那一年的果樹一定減長 所以這就是對我們生態 所以我們今天 不是追求說 我們就很散吃的 我們就要 沒有這個就不可以的 這樣 我們今天一定 沒有 因為我們要關心它的生態 對外來植物的來說 最大的 事實上就是 養外的事情 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片多了之後 蒸這個之後 用三個 白方就不會換了 所以就用食物鏈的概念 你把它生吃 我們就這樣 入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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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改將嗎 入青種 我知道 這好 你譬如說 用肥皂 你會比較肚臂 用一個肥皂 給你拍照 譬如說 我這次經常吃 都不要管 我養我養養 入青種 我給你 不要這樣的病眼神 不是 這是外來的 這是外來的 這個叫做 外來的是 這是第二條 這是入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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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青種 入青種就是 來到這裡 就像是為它沒有人 所以我們這叫做 影響它的生物重要性 銀河斑 好 這樣齁 這最好是 好 所以你會這樣 變成說 你會幫我這裡 這裡 這裡沒有人 就這樣 就變成了 春雨 春雨 一年就聽說 我們在說中華的夢中座 中華街 你如果不把風景掉 一年差不多 逛 這時間的問題 這是什麼 這是大發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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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是大發行風 在我們一般的路 那個街道邊 到處的牆角 到處都可以看到 謝謝 這邊有這個可以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